科学家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 结果很清楚 钱可以买到幸福 钱可以让人活得更长 更健康 抵抗灾难与担忧 有更多时间和亲人朋友们在一起 让他们可以控制自己每天做的事情 这些全部都是幸福的源泉 富人的幸福感和财富总量远不成正比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们花错了地方 大多数人不管有多少钱 并不知道幸福背后的高科技 什么东西让我们快乐 如何让快乐持久 这期忍者ATM是幸福购买指南的第一集 请关注我们的账号 再也不错过任何一期节目 购买幸福的第一定律是多买体验少买物质 发开心买包包虽然听上去不错 但科学家发现如果同样的钱拿去度假 看电影唱K运动 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当受访者被随机要求衡量不同消费的幸福感时 57%的人认为自己从体验消费中获得的快乐 大于物质消费 只有34%的人认为物质消费更快乐 你甚至不需要蹦极这种极端体验 也能够很幸福 虽然不同的体验幸福感不同 但是最大的差别在于有没有任何体验 换句话说 空虚无聊的人是最不幸福的 甚至工作和通勤都比无所事事要幸福 物质消费的一个不足在于人类的适应性很强 搬进豪宅不久 你会对曾经发梦都想要的地暖视而不见 但是在非洲看动物大迁徙 甚至是在暴雨中奔跑的记忆 通过回忆能提供长期的幸福感 体验提供的快乐不仅有效期长 而且每个人的体验感受都不一样 相比雷同的商品 在心理层面体验比物质更能完善自我定义 相关的幸福感也更加复杂和高级 体验相比物质更方便与他人分享 购买幸福的第二条定律告诉我们 分享是人类最重要的幸福源泉 人类是世界上社交性最强的动物 只有白蚁 蜜蜂和裸咽鼠的社交网络和我们的一样复杂 生物学家认为是我们的社交关系 让人类大脑体积在200万年前成长了三倍 正因如此 社交关系的质量对人类幸福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只要是对我们的社交关系有帮助的事 一般来说都能增进我们的快乐 在一个私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调查中 私人消费只一时住行和给自己买的礼物 社会消费只给他人买的礼物和捐助的开销 研究者发现私人开销和幸福感没有关联性 但是社会消费占收入比例越高的人越快乐 而且这个结论在北美和非洲等不同的文化群体中都成立 在核磁共振扫描中 科学家还发现捐助行为激发的脑部活动和获得奖励是相似的 只可惜多数人都错误地认为 自己从私人消费中会获得更大的快乐 购买幸福的第三条定律是 享受多次小而美的快乐 不用去追求极致体验 问问你自己 是先中奖25块钱 再中奖50块钱能让你更快乐 还是一次中奖拿到75块钱更快乐 快乐的频率给人的幸福感远远超过了快乐的强度 科学家发现在12个月的时间段中 最优化幸福感的性伴侣数量是1 原因很简单 定期的性生活好过一年一次的九尺肉铃 我们很难对高频率的小快乐产生耐药性 因为我们难以预测和预判具体的经历会是什么样的 因为它总在变化 即便每周你都和同事去一次小酒馆 但是每次的人数 喝的酒 谈论的话题都有变化 相比买一件昂贵的沙发 你会发现每天坐上去都差不多 很快就不能再带来快乐了 钱可以买到幸福 但也要讲究方法 购买幸福还有更多的定律 请关注下期的忍者ATM 感谢收看忍者ATM 逆向思维的理财段视频 我们每周一晚上通送 欢迎在微博微信头条或者YouTube上搜索 并关注忍者ATM